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想要想当当 今天他们来这边了,来这边之后还没给他们做过一顿饭 突然想给他们做一顿饭 而且现在天比较热,做点就是比较可口,下饭的 做一个凉拌土豆片 这个是我已经准备好的土豆了 大家选土豆的时候尽量选那种比较脆的土豆 因为这样的土豆做起来比较好吃 而且切这种片的时候一定要切薄片 要不然也会影响到口感 现在我们把水烧开 等会儿吧,等水开 趁着现在在等水开的时候 给他们另一个西瓜,待会儿吃完饭的时候再吃 好了,我去把它洗一下,放冰箱里面 放下 好了,一会儿,把我们切开吃 水开了 水开了,我们把土豆下,下到里面焯一下 焯时间不要太久 大概焯一下就可以捞出来,然后过凉水了 好了,现在我们把土豆焯好了 捞出来 过凉水,冰一下 我们现在把过完凉水的土豆捞出来 等会儿用调料拌一下,然后就可以吃了 这道菜比较简单,方便 就是平常上下班有点忙的时候,或者怎样 不太想做饭,然后这比较简单 稍微弄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加调料了 进行比较重要的一步 加入糖 盐 盐 醋 加里有白醋的话尽量用白醋 白醋比较颜色比较漂亮 到时候做出来 加入生抽 然后加入蚝油 加入点辣椒粉 然后把切好的葱花放到里面 现在我们就要起锅热油了 把这些热油淋到上面 一积,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拌一下料 哇塞,这个味道都出来了 特别香 拌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凉拌土豆片就做好了 我自己先尝一下 嗯,特别好吃,真的特别下饭 不是我自己夸自己哈